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一小点,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非常简单而且人人都爱吃的家常菜,糖醋排骨 排骨我们选择猪小排或肋排,英文叫spare ribs,是猪腹部五花肉后面的骨头 还有一种常见的是baby back ribs,顾名思义是猪背部的骨头 spare ribs骨头外侧的肉更薄,但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肉比较多 所以同样一块排骨它能接触酱料的面积更大,做糖醋排骨的滋味和口感都很好 将排骨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大火烧开 水开煮出浮沫之后关火,将排骨沥出洗净排骨表面的血沫,并再次离干水分备用 炒锅用中高火烧热,然后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之后下入沥干水分的排骨 将排骨铺平,中高火煎两分钟,煎到表面金黄 煎排骨主要有三个目的 一是让表面上色,二是通过煎的过程来增加香味 三是提高口感,使收汤之后的肉表面更紧,有酥的感觉 而且免去了炸的工序 一面煎至上色之后,把排骨翻面,将另一面也煎至表面金黄 然后加入刚才切好的葱段和姜片,翻炒几下炒出香味 淋入料酒 一大勺生抽 一小勺老抽 两大勺米醋或者是白醋 再来一大勺香醋 最后加入两大勺冰糖 我喜欢白醋和香醋的搭配 前者更酸,但后者更香,酸的有层次 加入清水,没过排骨 大火烧开之后盖上盖子转小火,炖40分钟 40分钟之后开盖,然后大火收汤 这个时候如果汤不够酸了的话,可以再加一点米醋提高酸味 再加半小勺盐调味 如果想要卖相更好的话,可以用筷子把姜片和葱挑出来 在收汤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要不断的翻动以免糊锅 还可以撒一点熟芝麻作为点缀 汤汁收干之后,锅里只剩下油了 这个时候再稍微炒一会儿 排骨表面的糖分在这个时候起到了焦化的作用 让排骨表面更加焦酥 一定要注意火火千万不要炒糊了 把排骨盛出装盘,锅中剩余的油就不要了 这个方法做出的排骨色泽红亮 不用油炸,更健康也更好做 但是表面还是很焦酥,酸酸甜甜的,大人小孩都爱吃 说了这么多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来一块 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一小姐,我们下期再见 group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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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